水果 包卷十分的亮點 第一個是它整體的氛圍感 因為莫寶 非寶其實是一個非常知名的作家 而且它的小說其實以實化而成就以來都是非常的成功 我们一共是在三个国家取景 中国、芬兰和法国 接地气没这么飞 不管是在道具 然后场景上 我们想尽可能地还原 小说里边给到的那些场景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芬兰 因为那是一个雪季和冬天最长的一个国家 结果等到实地去拍摄的时候 是很凑巧吧 需要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下雪 我们就用了很多专业的设备 风筒 然后风机 人造雪 东新城应该要有 这样子的一种气质存在 就用现有那个环境去把所有的空间重新分配一下 这样 我觉得整个动线也会变得比较好看 酒球公开赛 中国公开赛 亚洲室内运动会 几大台球赛是我们要有环境的区分 场馆的区分 这个我们亚师赛我们第一排都是主角的 对,搁这儿他就迟到 就很荣幸约到了国家队非常有名的教练 给他们非常专业和非常严格的台球训练 这干打最棒 男女主的人设也特别的具有独特性 像男主他更多的是有他很强的一个特色感 女主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温柔的 但实际上骨子里也特别有力量 我们在学演员的层面上 希望能让演员和角色的本身 无论从外在到内在 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 其实就是跟年轻人聊天 红辈聊天的 然后他那边也有球员 男主的这个角色看起来话不多 表面又很内敛 但实际上内心又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和林一阳身上真的有很多的共同点 我就看他各道球员 这样我就是手套下 比如说他们都是那种很有韧劲的那种人 然后他们都对自己要求很高 我们现在试下球的位置 可惜出了点话 好 刘大佳你再来一个 好 很像的话我觉得 我们对自己试业的热爱吧 我们也是很热爱表演嘛 还很热爱台球 就这个地方 对前面一直是文字 然后到这儿也是 麦麦的特点 用一个字形容可能就是劲吧 他很能劲得下心 和咱们剧本当中的角色非常贴合 我跟台湾比较像的就是 可能平时也是稍微柔一点吧 但是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上的时候会比较认真 就这样一出来我就留着在看了 因为我们没想惜 开发前都会走一下嘛 就大家会讨论一下 我先进来之后你要再骑一个 你进来后我再问 然后他们深情地看着我一点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感觉到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可以让我更多的了解 他们对他们自己这个角色的认知 对我来说 他就是一个很纯粹的爱情的故事 洗衣房 挺有趣的那场戏就是一个无声的 其实海岛那一趴戏我都挺喜欢的 太美了 就是林洋带英国来到那个山顶看日出 然后又拿了一箱雪到沙滩上 就是暧昧气的那些拉扯啊 包括就两个人都是小心翼翼地 在一点点接近对方 我觉得那过程是最让人甜蜜的部分 暴雪时分这个作品不仅仅只有爱情 其实还有一些两个双强之间的 相互在事业上的扶持的这种特别坚强向上的精神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也是个非常成熟非常美好 非常正确的一个爱情观 势均力敌的爱情